Hello大家好,又回到PocketMMO 今次就教大家一些小小的教學 就是在這遊戲中教你如何升級 我自己弄了一個PowerPoint 裡面就記載了幾種升級方式 其中有些可能是玩久了的老手都未必知道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 好,來了 沒什麼特別 這個PowerPoint裡面記載了就是MMO升級方式 第一個就是一個很基本很基本的方法 就是群怪星大法 非常之常見 就是用技能甜甜香氣 去觸發五隻野怪然後獲得經驗 這件事相信大家都應該會見過 我在曾經直播都經常做 這件事的好處就是 非常適合新手玩家 非常簡單、直接 順便也可以刷色圍 你只需要有一隻有群攻技能 而且夠殺傷力的精靈 就可以去到用這個方法 所以我都很強烈推薦這個方式 對,很強烈推薦 好,到第二樣了 有些圖已經彈出來了 那些圖,相信大家猜到 這個就是神奇糖果的升級大法 就是金錢換取時間的方式 就是把糖果餵給精靈去到升級大法 最常見的糖果就有L或者XL 以及神奇糖果 其餘呢 我就不建議大家去買來吃 除非你自己計過經濟狀況 自己計過經驗值 OK的話就自己買了 那糖果獲得方式 一般都是擊敗或者捕捉頭目精靈的時候獲得 神奇糖果有機會是有一些地方可以收拾到的 它的特點就是可以在短時間內極速升級 極快的升級升級 但是缺點就是需要一些金錢去買糖果 如果你有一隻重要練 那你買幾萬元都應該升到一隻幾十 但是如果你多過一隻重 可能你要練四隻重 那就要花費大量的錢 這裡都建議在XL和L 就是低level的時候吃 而神奇糖果通常在最高等級的時候吃 例如在90等級的時候 可以去吃一吃 不過我也不太建議 其實神奇糖果 OK 好到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找其他玩家代煉重 不過我就不推薦 找代煉的方式是怎樣呢 就是可能跟其他人交易 跟其他人談好了 你想練哪隻重 然後再看看價錢是多少 到時給他錢 然後再幫你練重 我自己也不推薦 為什麼呢 跟其他玩家交易 你需要升級的精靈 然後再交費用 不過有機會有風險 這裡的風險可能是 關於一些玩家的機會騙了你的重 又或者官方覺得你是一個無理的交易的時候 他有機會會封你 所以我就不建議去找代煉 盡量如果可以的話 就找自己同工會的人 不要找街外的人做 不要找街外的人做 好 第四個就是基本的東西 刷MVC和道館 相信大家都刷過MVC和道館 就是跟他們不斷打 然後獲取這個經驗值 身上帶2-4隻精靈去刷MVC和道館 其他就帶你需要升級的精靈 假設你身上帶2隻精靈去刷MVC和道館 4隻就帶著你要升的寵 就是帶著學特入裝置 然後去升 特別的地方就是 一般NPC都會維持在50%以上 有些是低一點 所以我自己也建議是打道館 因為道館 只要你打完第一次 過了4天王之後 它就會維持在80%以上 所以就有大量的經驗 不過這個缺點就是 你需要有一兩隻高level 高傷害的精靈去打道館和NPC 如果不是 你是未必會夠打的 因為道館是雙打的格式 雙打的對峙模式 所以如果你單打重去打 應該會很吃力 OK 第五個 你看到一個學習裝置在這裡 是什麼呢 就是培育屋升級大法 這個方法就是我剛才一開始所說 這個方法未必會有人很清楚的方法 就是把精靈放入培育屋 放入培養屋不是生蛋的位置 放入入面的人 升出來的時候 就要根據升級等級來決定費用 這個方法都蠻適合經常需要升級的玩家 假設你想要升一些什麼什麼怪的 可能它的經驗值需求比較大 你覺得可能放入培育屋會比較方便和好的 就放進去 因為有一些重的經驗需求是特別多的 之後我們下一頁就會講一下這個機制 這個大家應該未必知道的 這個培育屋需要注意什麼地方呢 這個培育屋 每個地區培育屋最多可以放兩隻精靈在裡面 最多兩隻 然後每隻精靈會有1000元的服務費 假設如果你升一套 它就會再加1000元下去 如此類推 如果你升了二十多套 就給回兩萬多 兩萬多元 OK 來了 下一個 如果你的精靈還未學好所有技能 培育屋會將你的技能去到替換 這樣要留意 如果你有什麼遺傳技 或者什麼教學技 招式機 這些它就會替換 如果它的level未學齊 技能的話 好 第四樣就是 培育屋的精靈 它不會幫你進化 就算升到滿 它也不會幫你進化 但是如果你想進化 你也可以用神奇堂 幫它進化 到下一個了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 如果你在關東的培育屋 放了兩隻精靈 然後你要打回關東的地區 才可以獲得它的經驗 它就不是根據時間 來決定 這隻重 什麼時候升 是根據你 什麼時候打那個區域的對戰 才會升 大家要留意 這件事 就不是放了進去 然後好像平時Pokemon 根據時間來增加它的等級 就不是的 它這個機制 相信應該有很多人都未必知道 所以要留意 關東放就關東打 不要合縱放然後關東打 這個大家要留意 還有這20%的本地區域戰鬥經驗 它就不會影響了你原本應該獲得的經驗 即是它不會減少了你獲得的經驗 這件事大家要知道 培養屋的機制就應該這麼多了 好 接下來就講一講 究竟有什麼提高戰鬥經驗值的方法呢 我這裡我自己檢查過 我看看它的%有機會有少少出入 不過也不是差很遠 後面也寫了 實際數值有待測試 好 我們來吧 第一個提高方法就是 捐贈狀態加成 即是說VIP卡 只要你有開這個VIP有這個狀態 它就會加你25%的戰鬥經驗 其實也有幾多下 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初始訓練家不是自己的話 都會有10%的加成 這件事是有待測試的 是有待測試的 我想應該未... 可能10%左右 10%左右 或者多一點 多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我都... 不太清楚是否10%那麼少 或者那麼高 好 下一個就是關於經驗護符 有些人可能未必知道 經驗護符是MMO的其中一個道具 這個道具可以增加你 50% 75%和100%的戰鬥經驗 這個呢... 可以在家銀行買到 又或者在某一些活動中開到 這個大家有需要的話可以買一買 除了經驗護符之外 還有幸運彈這個道具 幸運彈這個道具 大家如果有玩Pokemon都知道 不過在MMO裡面 幸運彈這個道具 它是改了消耗型 所以它跟經驗護符一樣 都是一小時消耗型 即是假設你開了之後 它就由一個小時去到計時 這個小時你打的所有戰鬥經驗 都會有50%或者100%的加成 好 那就下一個了 那就是雙城道具放大器 這個放大器比學習裝置的經驗 是更加多的 我這裡就不做一些測試 因為都... 我都不太清楚這個放大器 可以拿到多少經驗 因為最近都有些少許的更新 這個放大器 但我只知道 放大器的經驗 是比學習裝置多很多的 下一個 好 下一個要注意的是 這些道具加成Buff 是沒辦法疊加的 例如你開完經驗護符100% 是開不到幸運彈的 照到你 就算開到的話 它也是不當你有疊加的 即是加極最盡多100% 不能再加了 好 好 下面都寫了一個 最高的經驗值獲得的方法 就是首先你要有VIP 然後有經驗Buff 然後再加上你是非初始的訓練家 再加上放大器 這四樣的加成下 你打的對戰才會是最高最高經驗值 好啦 就是這麼多 以上一些就是一些練level的方式 以及提高戰鬥經驗值的方式 這件事我想大家未必知道 還有培養屋這個應該很多人都未必知道 最後最後我就帶大家去看看 PoketMMO裡面 有什麼地方我會經常鍛鍊的地方 好了 城都裡面有一個叫白銀山 白銀山就是現在PoketMMO 最高經驗值的地方 給大家看看 群公寵 其實白銀山都有一些要求 就要求有一隻雙虎戰龍 或者是頭蓋龍 戰鋤龍 就是戰鋤龍 就是特攻向的 性格是加特攻 你看到我是練特攻的 特攻佬你值245 然後就用衝浪 為什麼要帶雙虎戰龍呢 就是因為他有特性破格 所以能打死這些盾甲 因為這些盾甲是有堅硬特性的 你看到平均起來4隻1400 假設我只有一隻重 那會怎樣呢 給大家看看 我要留意多多利的經驗值 比起盾甲沒有那麼高 因為每隻重都有一個經驗值的不同 給大家看看 你看到基礎經驗已經有5160 然後再加上捐贈自己 就有1200 假設如果你練一隻重 再開經驗護符 其實他這裡已經有1萬驚 所以其實都很推薦大家 如果你要練等級 白銀山是要開的 因為效益差太遠了 然後下一個就是去到風原 在風原裡面 當你打完這個冠軍通關之後 就來到對戰開朵區 對戰開朵區裡面 這個右手邊的水域就是拆水毛 平均大概40多 接近48L左右 應該也不是很難 一樣 地震 基本上一陣就死了 這邊的經驗就是有4535 雖然好像差不太多 但是如果多500 當你打完所有的Buff 其實也有很多 我們來下一個 然後來到合中 就來到龍木陣 比較常見的人 在龍木陣 左手邊 你看到很多人 這些人 多數都是在升級 一部份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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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一樣 烈焰馬就更加脆弱 隨便地震都死了 大概應該跟水母差不多 對 少於水母 水母是4500 這個烈焰馬是4300 所以其實也不算太大分別 高一點點 另外 合中也有一個地方 很高經驗值 但是這裡不推薦的 就是巨人動月 巨人動月裡面 只要你進入內部 深色草 就有五隻 象牙豬 五隻的 中間的豬 就是這隻 這隻是長毛豬 這隻長毛豬 它的經驗值也挺高 不過 最大的問題就是 它不是PC附近 所以 變成 我不推薦給大家的原因 好了 這條影片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學到 這個 星雷的方法 以及找到一個 屬於你的星雷的地方 好了 拜拜 會不會